當它在你掌握之外的時候 它發生的時候就是一個 crisis 時間被縮短 crisis 是隨時它都可能發生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世界是 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而且什麼時候都可能發生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處的一個社會 不是一個很靜態的社會 我每一天八點鐘到學校上完課 下課 回家再繼續做功課 教授也不是八點鐘上課 下課 寫文章 因為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規律 其實都要面繞不同的變數 插入我們的生活裡面 那麼在今天我們的生活 速度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各位我剛才講到 product cycle 這以前可能是幾個月 所以你在這幾個月裡面 你的生活可以有個規定 因為你如果是生產手機的 那你就這幾個生產的模式 就是固定的 可是你如果說在過去的幾年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 你的product cycle是上百年 那你的上百年的生活是不變的 你的product cycle是幾十年 那就是幾十年你的生活是不變的 但是你如果你的product cycle 是幾個月的話 那你的生活的不變 大概只有幾個月 所以你要你的人的一生 可能有七八十年或八九十年 甚至上百年 這一百年之內 你要面對多少的變化 這個是我們這一個世代 跟下一個世代要去面對 尤其是下一個世代 他所面對的這種速度的變化 其實更快 所以各位同學 你今天學校學的東西 可能你大一學的東西 你大四畢業的時候 已經過時了 很可能你大案面的東西 大三已經過時了 為什麼今天的核電廠 大家會很恐慌呢 因為你在設計核電廠的時候 跟現在的情境 完全是不一樣 你拿核四來講 核四是在十幾年前 開始有這個規劃構想 那麼在這幾年 一直在建造當中的核四 可是我們想想 這十年 這個世界發生了多少變化 讓一個還沒有完成的電廠 很可能它在核能安全上面 已經過世了 所以你每一天 都是在對受到時間的挑戰 所以今天的世界 最具挑戰性的 就是時間跟速度 就是時間跟速度 你沒有辦法說 我有一個一段時間 我的生活都是不變 我只要有規律的生活 我都可以應付這個世界 事實上你時時刻刻 都要面對這個世界的改變 所以時間跟速度 其實是下一個世代的人 最大的挑戰就在這裡 可是我們要看到 當你要面臨這種時間跟速度的挑戰的時候 那你自己要做什麼調整 你的教育要做什麼調整 你的社會要做什麼調整 甚至你政府 要替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做什麼事情 讓他準備好 面對時時刻刻的挑戰 這是一個非常 對年輕人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具挑戰性的問題 我們這個社會 除了時間以外 你還面對什麼樣的挑戰 其實這個社會 你在處理每一件問題 你在面對每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這個社會跟以前真的不一樣 在下一個世代的挑戰 比我們這個世代還要來的嚴酷 那在什麼樣的事情上 以前 我們做很多事情 可以關起門來討論 關起門來想 關起門來規劃 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都可以關起門來談 但是今天 資訊是快速流通的 The information flow 是快速流通的 這個社會的整體 這個世界的整體 只有一個字可以來形容 叫做transparency 就透明化了 你沒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藏在自己的家裡 可以藏很久 或是可以藏意思 但是你不可以藏很久 你今天看到的 Facebook 你看到的Twitter 你看到的 甚至於你說電視的大眾傳媒 Internet 他傳播這個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他不僅是傳播的很快 而且他已經侵入到 你的生活的每一個corner 對個人來講 你現在你可以保有自己的 是很有限 對於一個政府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完全的透明的情況 所以現代人他面臨的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面對一個事情 你要去解決它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去處理它的時候 你的環境其實是一個非常 具挑戰性的環境 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 叫做Making Decisions in a Glass House 就是說你要做決策的時候 其實是在一個玻璃屋裡面做決策 也就是說當你做決策的整個過程 是暴露在很多人共同在觀看 或者是監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沒有那種 在以前你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關起門來 因為資訊沒有流通 因為它不透明 而產生處理事情的便利性 沒有 你必須時時刻刻受檢驗 從你的發想到決策到最後的執行 都是要被檢驗的 這個叫Transparency 那我們還另外面臨到一個 什麼樣的問題呢 這也是一個好現象 但是也是一個挑戰 就是這個社會越來越美主化 也就是說這種Authoritarian 就是說你的威權的體制 其實開始 不是只是在政治的層面 威權體制在崩解 其實在社會的結構裡面 這種威權的觀點也在崩解 今天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其實越來越平等 老師也受學生挑戰 老師也被學生平等 所以現在的社會裡面 人跟人的關係 其實越來越是一個flag的關係 它不是一個vertical的關係 在這個時候 你必須要面對一個就是說 這個世界的規則 這個世界的次序 就是用民主的規則 民主的程序再進行 所以Authoritarian的時代 已經開始過去了 當你進入到democracy的時候 你要發現 這個社會主要的規則是democracy 是民主 這個社會不能夠像以前一樣 它是一個威權的 由上而下對你所做的一個指示 就是這個指示 你的每一個決策 你的每一個決定 你的每一個思考 都是會被challenge 都是會被挑戰 你每一個 在transparency這種情況下 你隨時都要被檢驗 在democracy的情況下 你隨時都要被挑戰 那你現在就發現說 做人好難喔 你沒有時間上的寬容 你沒有秘密的空間 你沒有威權的空間 但是這是我們現在生活的法則裡面 這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 我們這個社會 在這種變動中的這個世界裡面 我們還要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以前或許資訊還是比較不流通的情況 或者是說 人在一個相對的情境裡面 我們很多人都覺得 或許這個社會 大家在意的是有或者是沒有 但是有時候在今天 其實有跟沒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公平跟正義的問題 公平跟正義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的資訊 已經是非常的流動 而且是非常的公眾化 在這種情況下 你有的 我沒有的 都可以被拿來比較 所以在今天的社會裡面 人重視的其實很多是公平 是一個正義的問題 而不是有或者是沒有的問題 所以今天社會的期待 公平正義的這種觀念 其實是更高的 那我還在提一個事情 就是現代的科技 讓今天的社會 這個 在以前我們會覺得 distance 很重要 就是說距離 距離很重要 在今天因為科技的發展 其實距離已經不重要 真的距離不重要 比如說以前 我講一個最古老的 這個世界裡面 一個最古老的行業是什麼行業 就是我的本行 就是律師這個行業 這個是一個最古老的行業 因為千年以來 只要有人 一定有糾紛 有糾紛 一定有人要仲裁 一定有人要做一個判決 那在這種情況下 一定有律師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 都擅長處理糾紛 所以他是千年以來的 很久的行業 那這個行業裡面 很多人都會說 他是受到一個社會的 基本的結構的影響 跟文化的影響 跟他的傳承的影響 所以律師這個行業 其實是非常的 他們講local 也就是說 他的地域性很強 換句話說 臺灣的律師 只有在跟臺灣的律師競爭 那甚至於 你有時候看到 我們這個律師 還有看你登陸的地點 比如說你在臺北 登陸的話 那就是在臺北競爭 因為你只有在臺北 可以職業 你在高雄 登陸的話 你就在高雄 所以他長久以來 他是一個很local 地域性很強的 這個行業 所以至於紐約的律師 或者是英國倫敦的律師 其實跟我們關係是不大的 可是在今天 絕對不是這樣的情況 今天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其實他都國際化 我們的糾紛其實也都國際化 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也都國際化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產品不斷的出口 我們的人不斷的出國 外面的人跟貨品 一直是進來 所以你的糾紛的型態 也都國際化 那你律師這個行業的競爭 也就國際化 所以今天如果說 我有一個糾紛的話 我的競爭的人不是只有在台灣的律師 競爭的人很可能是在美國 很可能是在英國的律師 一個大型的交易裡面 你必須要有律師替你寫這些文件 那你寫這些文件的時候 你要找律師 你要找台灣的律師呢 還是找紐約的律師呢 還是找倫敦的律師呢 這就是你面對的選擇 所以對於台灣的律師來講 他面對的競爭 不是只有在紐約或者是在倫敦 他在台灣的競爭 其實已經是跨越國界的競爭了 所以以前寫一個合約 比如說上千頁的合約 你必須要把它寫好 然後改好 然後郵寄給你 今天不用啊 上千頁的文件 在Internet 即很快的時間裡 他就傳出來了 在80年代 如果你還是一個律師的話 你寫一個很長的文件 打字錯了 或者要修改 你要怎麼修改 同學記不記得 你的電腦裡面有一個方形 叫做Cut and Paste 你們電腦裡面有一個功能 叫做Cut and Paste 有沒有 中文叫什麼 Cut and Paste 中文叫什麼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因為我用的電腦 都是英文的軟體 Cut and Paste 就是你把它剪下來 再貼上去 就是說你做Editing 就是說你這一個文章 你要把它做一個Editing的時候 你會把它Cut下來 然後Paste上去 這個Cut and Paste 你以為是電腦上的用意 其實Cut and Paste 不是電腦上的用意 它是長久以來的 你的作業的一個習慣 而且literary 就是說 從字面上來看 它就是Cut and Paste 比如說你有一個上百頁的文件 但是中間有一頁的一行 你必須要修改它 那你要怎麼修改它呢 你不能重新打 因為重新打太花時間了 你就把錯的地方把它剪下來 或者用刀子把它割下來 然後把那個要改的東西再把它貼上去 這叫Cut and Paste 就是老的時代很大的文件裡面 你必須 你不可能全部把它重打 所以你必須要Cut and Paste 或者你不可能把它重操一遍 所以你就必須要Cut and Paste 今天的Cut and Paste是怎麼做的呢 你就在電腦打一打它就Cut and Paste 你要傳一個文件 在老的時代你可能要郵寄 可能要 你要從這裡寄到紐約 可能要寄兩個禮拜才寄得到 後來發明了Cable 就是Cable 你就用Cable傳 但是後來又發現了 發明了這種Facts 就是傳真 就是你可以一頁一頁的傳 當Cable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傳的時候 可是Facts 它是一頁一頁傳的 但是當今天在E-mail 在Internet裡面 它是整個文件一起傳的 這個速度快不快 這個速度很快 你這個文件 速度傳這麼快 你在傳統上的競爭 比如說律師 他最在場的就是寫文件 今天的文件可以是在紐約寫 也可以在倫敦寫 你的競爭其實是在千里之外 你的競爭其實是在千里之外 那為什麼 因為科技的進步 這種Fiscal Distance 就是說我跟你之間的這種距離 其實它不是競爭上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對每一個下一個世代的人來講 你的競爭其實是很嚴酷的 你的競爭的對象在全世界 你的競爭的過程中 你必須回應每件事情的時間 其實是很短的 當你每一個要發生的事情 你可以掌握的是有限的 可是你不能夠掌握的是更多的 所以每一件發生的事情 在今天的定義是Crisis 在明天就是它每一天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會接受一下 谢谢大家